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静恩 社交媒体流传一则十秒视频 一对父母被指来不及送孩子上学 竟然让十岁的儿子自己开车 送六岁和三岁的妹妹上学 视频画面显示 一名十岁男童坐在红色国产临路轿车的驾驶座上 司机座位旁还坐着两名更小的孩童 而且男童不仅仅是坐坐样子 他是真的开动车子行驶了一段路程 对着视频传开来后 男童的母亲日前就现身向警方自首 奔征警区主任穆罕默苏菲发表文告说 上述事件相信是在北干纳纳发生的 当时视频内的孩子们准备去学校 而录下相关片段的人疑是男童 11岁的姐姐 穆罕默苏菲说 警方目前已经援引鲁莽驾驶条文调查这宗案件 那么呢 而允许不足领孩子驾驶车子的父母或监护人 也会在儿童法令的父母或监护人 属于照顾孩子条文下被提控 至于车子的拥有人 也就是男童的父亲 也可以在陆路交通法令的允许不足领海童驾车条文下被起诉 接下来来把焦点转向新山 新山在发生三起受害人银行户头的血汉前 不翼而飞的事件 总损失金额达8万令吉 马华公共服务投诉局副主任蔡建文说 他今天一连接获三名受害人的求助 而这三起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即便受害人掌握了涉及者的户头名字和号码 但是他们却无法将自己的钱拿回来 但到底受害人的钱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第一起案件的受害者 早前是突然收到了12个一次性密码 随后发现本身的银行户头存款 被转到同一家银行的一个户头 前后被转走的款项达5万7千令吉 第二起案件的受害者则是在没有接到任何一次性密码的情况下 就遭不法之徒在线上购物平台下了两张的购物单 数额为8千两百令吉 第三起案件的受害人在进行线上转账时被拒绝 查看户头时才经见户头内的一万五千七百令吉 在本人不知情及未经同意下出现三次的转账记录 蔡建文说他们的遭遇都雷同 因此他希望再次提醒民众多留意自己的银行户头状态 种菜这一刻你了解多少呢? 编加兰高谷华校把第二课堂搬到了自家菜园内 从播种、浇水、捉害虫、收割都由该校的学生、教职员还有家长亲力亲为 大家合力体验种植了 改校每个年级都有两块属于自己的种植空间 小菜园的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对于只有25位学生的微型小学来说 收成挫挫有余 还能为家教协会募款 高谷华校校长李志伟受访时说 早在他还没有来到这所学校长校时 就有了设立有机菜园的想法 但是这还需要仰赖各方的慷慨贡献才能落实 加息主席报效泥土 善心家长报效空心砖头和菜棚 校工的丈夫也主动前来帮忙搭建菜棚 靠着大家齐心协力 这个有机菜园也迎来了多次的收成 最后关注一则发生在新加坡主屋的火灾事故 一场大火吞噬三条性命 其中三名死伤者证实是我国公民 新加坡乌洛北祖屋四楼一个单位 今早发生火患 来自我国的南租客一家三口受困屋内 于是把钥匙抛出门外求助 邻居协助打开门 但是无奈火势猛烈 最终妇女和新加坡女屋组葬身火害 而至结稿为止 南租客的妻子正在医院接受抢救 生命垂危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洲日报新洲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